养护杜鹃花的一些小经验 比如说要保证它土壤的健干健湿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是第一次养杜鹃花的新手花友 他们在保证这个土壤湿润的这个度上面很难把握 所谓的健干健湿到底是一个干到什么程度 再给它浇水浇到什么程度 这个度很难把握 那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养杜鹃花如果说健干健湿把握不好 那么我们干脆就秉持一个干透焦透的原则 所谓的干透焦透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等它盆里面的土完全干透了 那么再给它浇一遍透水 所谓的干透就是不仅它表面的土壤发生干燥 那么我们手指往下刨 最起码是刨到盆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如果它这个时候的土壤是非常非常干燥的 没有水分的 那么就可以给它浇一遍透水 那在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 就是上面一定要放一个托盘 因为我们正常养护 基本上家里用的土呢 都是比较疏松的土壤 遇到水呢它会膨胀 那么等到干透的时候 这个土壤它会回缩 回缩的时候 它会在土和盆壁之间形成一定的缝隙 那么我们在干透的时候往下浇水 那么水会很快的顺着这个缝隙 然后就流到了这个盆底 如果是没有经验的花友 可能会认为这样就是浇透了 因为表面是湿润的 然后水呢又拎到了盆底 当水拎到托盘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不要把托盘拿走 还需要在这个托盘里面放置个五到十分钟左右 那么没有吸到水的这个土壤呢 会顺着盆底的这个透气孔 来吸收这个盆里面的这个水 如果过了十分钟左右 盆底的水已经被吸干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还要再浇一遍 直到这个盆底的水过了十几分钟以后 还是有富裕的 那就说明这个土壤已经吸饱水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托盘撤掉以后 然后要把这个花放在通风非常好的地方 给它放置个一到两天的时间 这样呢可以有利于它土壤里面的这个水分呢 能够迅速的蒸发 因为它的根已经通过土壤吸饱水分 那么土壤里面的多余水分需要快速的蒸发掉一部分 不然的话